Caption改過就可以了 所以這樣的話很快就可以產生五個一模一樣的這個Label 對不對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再來修改是這邊有兩個格子 有三個 三個然後再加兩個Label 所以呢這邊的話呢我們就直接也是一樣 利用這個地方 拉寬之後的話先做一個按Ctrl鍵 這個時候你盡量保持水平方向 基本上它會長一模一樣會比較漂亮 然後再來一個Label 那這個裡面的話空的就可以 然後往下 裡面如果說要把它清空的話很簡單 把這個裡面的什麼呢 Caption Delete掉 Enter一下 裡面就沒有東西了 這個也是一樣 清掉 Enter一下 OK 那再來就是說旁邊還有五個嘛 五個這個小的 所以一點點然後再加三個Button 那怎麼加也是一樣 這個地方 在旁邊先拖拉出一個 然後再怎麼樣呢 改一下名稱 一樣的方式 往下 按住Ctrl鍵 把它拖拉 然後再來就是三個Button 三個Button 就是也是一樣 拖拉出一個 它上面的名稱就是Caption 所以把上面的名稱改一下 叫做什麼呢 叫做開始計算 重新輸入 新增到資料庫 那就怎樣 先做一個就是按Ctrl鍵 往 垂直方向拖拉一下 放下